東京奧運 原本預計在今年7月份登場 台灣射箭隊拿下滿席的參賽資格 現在雖然延賽一年 但射箭國手們仍然全力備戰 希望在明年的奧運會中奪下獎牌 自從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 男女射箭團隊分別拿下銀牌和銅牌之後 這個項目逐漸在口內扎根 國人開始重視這個項目 而當年奪牌的國手們 現在也都卸下選手身份 其中銀牌射手之一的陳詩元 依然穿梭於射箭場上 而瞄準不再是70公尺外的靶心 而是擔任起國力體大的射箭隊教練 繼續為台灣射箭界傳承榮耀 13歲到現在現在40歲 所以等於我的人生當中有27年都在射箭上 對我來講是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可以繼續從事我喜歡的運動 然後尤其在教學上面或者在相關的工作上面 其實當然是會覺得蠻好的 也蠻開心的 成績整個國際的水準都一直在進步 那我們國內事實上 事實上近年也是進步蠻多的 建議就是你還是一樣就是跟自己比賽 不用想太多 那自然就會有好的整批表現這樣 打好基礎 手中的劍才能穩穩地命動髮心 射箭之路也才走得長久 陳詩元從選手變成教練 努力傳承個人技巧 而這位射箭過來人 也成為許多學生緊義的對象 還可以再低一點 拉起來吸氣 然後吐 吸 吐 放箭 然後那個氣氣是放在比較下面一點 教練剛剛其實就只是跟我說 他覺得我最近我的重心又有點往上 他覺得我應該要把我的重心 跟我整個呼吸的方式稍微往下壓一點 讓我比較重心比較穩 對我來說我覺得他是一個 定新聞吧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不管我問教練什麼問題 教練都可以及時的回復我 我問他的問題 如果今天沒有他 那也不會有現在的設計隊 頂著奧運銀牌的光環 陳詩元現在當了教練 從主角轉換為輔助的角色 想的都是如何幫助子弟兵成長 他藉由科學器材的輔助 讓訓練更精準到位 其實這段的你要做其實是很好的 我們就說很接近重心點 我覺得有科學上的輔助可以 讓我們自己更清楚 就是比如說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技術方面 那像剛剛教練給我用的器材 他是看我們瞄準軌跡 然後可以來看你的那個牽手的穩定性 馬上可以看到每支鍵的落點 對於調整選手的姿勢很有幫助 有了這些科學數據 就能夠提供教練跟選手動作上 客觀參考的指標 教練用那些科學的器材來帶到我們身上 然後像我們做訓練的話 就會有比較多的素質可以去做參考這樣子 那在對於我們訓練上也會有一些 就是發現自己的一些問題點這樣子 其實從一開始就要承認 因為你現在從這邊這個角度看 你的肩膀比你的肩還要高啊 之後我們跟選手講的東西 是教練自己看到的 因為選手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教練剛剛講的是什麼東西 但是你很多很實際的資訊給他看了之後 他馬上可以知道 原來教練跟我說剛剛攻倒了一點點 那你這邊會讓你比較費力啊 儘管不是電子相關出身 卻曾經幫國訓中心 繪製3D圖打造奧運測試賽的場地 最令人驚艷的 應該算是運動員技術監測分析系統 透過電腦以360度環場方式 清楚的幫助射手調整動作 選手成績才有機會突破 其實我不是相關科系啦 剛好我是運動運動不錯 然後相關的姿勢也有 所以我可以把兩個去做一些結合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用一些科技的輔助 讓我們的運動成績表現是可以再更提升這樣子 現在的競技運動多以科學為基礎 看誰做得更落實 而在土把煉鋼的時代 陳稀妍從國中開始接觸射箭 煉了一年就拿下國中組全國冠軍 高三開始雄聚台灣第一 被外界認為他是老天爺 賞他這口飯吃 自己覺得自己很努力啊 但是事實上從外界看來 或者是從全世界各個選手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沒有到很努力嘛 然後後面當然是自己改變自己的訓練方式 然後自己的一些心理的調整 陳稀妍看似一路順遂 爭取2000年雪莉奧運的參賽資格失利 讓他一度迷惘 還需自費參賽太皇杯 比賽中碰到了一位射箭姿勢 並不標準的緬練選手 但他的成績卻有世界水準 一文之下才知道 對方練習的份量是自己的五倍之多 有時候他們在大陸啊 每天都要設1000件 我以前我覺得我很認真的時候 一天大概也是兩三百件而已 所以後來就是讓我很大的啟發 我就覺得 其實我在國際上沒有好的表現 是我過去根本也不夠認真 不夠認真 所以我開始回來之後 我就慢慢調整 然後讓自己比較接近 國際優秀選手應該具有的練習量 為了朝向頂尖選手邁進 陳詩源努力練習 2002年釜山亞運會 拿到男子團體銀牌 涉獻生涯進入全新境界 到了2004年的亞典奧運會 與隊友王正邦和劉明皇 更在男子射箭團體賽中摘下銀牌 這也是國內射箭隊 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成績 當然是覺得很可惜 很會玩 因為我們事實上一開始 其實咬得還蠻緊 是後面兩趟開始才被拉開的 最後這個成績也是國內 到現在還是目前為止 還是射箭拿過最好的一個成績表現 其實還是蠻開心的啦 陳詩源射箭生涯過程偶有波折 在亞典奧運會中大放光芒 而這一路陪伴她成長茁壯的幕後推手 不僅僅是她的學妹 後來也成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侶 無法贏的樣子 我調一下這樣 剛剛先這樣講 然後等一下我射速就 嘿嘿嘿 也沒有一見鍾情 算一見鍾情吧 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 那日久生情吧 對啊 就是可能就是價值觀 或是對未來的想法比較接近 比較也是 就是平常訓練 然後她一開始也會很認真想要訓練 那我們就是一起訓練 然後一起討論 對 是不是你人生的伴侶 是是是 就是有共同的興趣 共同的話題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對象 相較於陳詩源的沈穩 老婆陳欽尼個性活潑開朗 還沒聽到說話 往往先聽到她爽朗的笑聲 她在學生時期也曾經是射箭選手 退役後 不甘心只做教練 過這樣平淡的生活 於是進入射箭協會 擔任行政工作 後來與國際射箭總會開始有了接觸 也讓她萌生創業的夢想 這個產業我可以做的原因是 我比其他人還要了解 因為很多的一開始的射箭器材商 他們並不是射箭人 然後我看國外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就帶進來 不管是先試用也好 或是推廣也好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的優勢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覺得想法也 蠻大膽蠻天真 想說真的燒光了 大不了可以找份工作幫忙換錢 陳婷妮在老公陳詩緣的支持下 夫妻倆決定聊了去 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運動產業貸款 以體育專業 創立獨具特色的射箭工廠 她想不到 這個主要是當時剛創立的時候 要取公司名 當時很火紅就是什麼 iPhone 跟蘋果有關的 iPhone iPad 類似這樣的 然後咦我們射箭 我們就來一個iAchery 然後剛好諧音 諧音也是愛射箭 在開這個公司的 不管是員工的招聘 我們也是盡量找運動員 來我們這邊來幫助 讓他可以發揮到自己本身所學 對他來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旗下員工都是射箭選手出身 目的就是要讓退育選手們 能在畢業之後繼續發揮所長 用我擅長的東西 然後以及我學會的射箭 就是教導給其他想要學射箭的 或者是想要有興趣來參加的 我都可以交給他們 或者是跟他們解釋清楚這樣 我自己是過來的 我就覺得我們在這個產業 如果真的沒有弄好 我們的學弟妹 她會找不到她的 到底要去做什麼事情 那他們在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你都學這樣的專業 那可以把這個專業 貢獻給一般 他不會射箭的民眾 然後讓他們就是有 非常有系統性的去訓練 或是學習射箭 對我來說是很好的 從經營場館 教學 販售器材之後 近幾年 陳婷妮飛往各地賽場受訓 跨足賽事直播 還增購攝影機 導播機等設備 期盼大家透過轉播 來認識射箭這個運動 其實主要是 我是覺得對射箭的熱忱 其實我們買那些設備 不是一開始就想要賺錢 我是站在學生的角度 在思考這件事情 他如果小朋友射得很好 會跟親戚朋友說 你看我小朋友在網路上面 他射得很好 然後或者是學校的老師 事實上我們後來做了發現 真的這樣的反應的人 還滿多的 然後評價也都很高 陳婷妮邊做邊學 2017年 在台灣大學舉行了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 陳婷妮的團隊第一次幫忙直播 雖然有點手忙腳亂 最後得到了一張大會的感謝狀 和最難買到的寶貝經驗 我自己當導播 我自己切畫面 因為國際有教一些技巧 射箭轉播相對還比較容易 因為他機器都是固定的 就是他有一些他特殊的技巧 然後但是你還是要射 你會射箭的人你拍起來 才會知道 這個是射箭的人要看的那些畫面這樣 陳婷妮與陳詩元 夫妻倆個性互補 訪問中就看得出來他們間諜情深 因為有夢勇敢向前衝 夫妻倆同心協力 各自為了熱愛的運動而奉獻心力 他們期許在日後的五環殿堂上 能看到第一位為台灣設下金牌的好手 臥臥宗 臥臥宗 臥宗 終於很好